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耶康种植者 新一季的种植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在这里呢,想做一个视频跟大家聊一聊应该种哪些植物 同时呢,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之前种过的比较好种的九种蔬菜 在种植之前呢,我们要明确一下种植的目的 说到种植的原因呢,一般不外乎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觉得好玩 就比如说看到花很好看 看到这个多肉萌萌的,就想自己种一点 很多种植者呢,也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另外呢,就是把这个东西种出来之后满足日常的食用 会种一些蔬菜呀,瓜果呀 这种呢,是比较适合吃货朋友 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谈第二种类型 也就是种菜来吃 要选择什么样的品种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就比如说家庭食用要考虑喜欢吃什么 或者说在有限的面积里面种哪些作物,产量比较高 另外要考虑呢,就是当地的气候是否适合某一种作物的生长 同时,这种作物是不是很难种 接下来呢,就可以开动一下脑筋 把自己所有想种的植物呢,先都列下来 然后再逐个对比 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是我去年种植的所有的植物的列表 从这个茄果类、梅类、瓜类、叶菜类、豆类、花卉、根茎类、烹饪用的 然后芽苗菜,还有一些其他的蔬菜 大概总共种植了50多种 当然有的品种可能是只种了一两棵 为什么要种这么多呢? 一方面是更好的测试椰康五土栽培 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收集第一年的种植信息 好,作为接下来一季的种植参考 我呢,给大家推荐做这样一个对比表格 如果你喜欢吃某一种蔬菜,那么就给它加一分 如果经常买这种蔬菜,再加一分 如果这种蔬菜价格又比较贵,加一分 自己种的话,产量高,加一分 需要你的面积不多,加一分 当地的气候,合适,加一分 病虫害不多,加一分 种植相对简单,再加一分 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你想种植的植物做一个评分 这里呢,我举了五个例子 比如说草莓 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喜欢吃草莓 同时呢,也经常在超市去买 它的价格是相对比较贵的 我这一年的种植的产量感觉还不错 然后它需要的面积不大 气候条件满足,基本没有病害 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草莓呢,是得了满分 相比之下,南瓜呢,虽然不是很喜欢吃 但是也经常会去买 因为南瓜非常的健康 但是呢,这个南瓜相对比较便宜 经济价值并不高 如果是自己种的话,产量还不错 今年我种的南瓜呢,总共收了六个 到现在还没吃完 但是要种植南瓜呢 需要的面积就相对比较大 所以说呢,就算气候条件合适 病害不严重 然后种植又简单 南瓜的得分呢,是只有五分 接下来青菜和番茄呢 我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给它们做了评分 最后的秋葵呢,因为是我老婆不是他爱吃 然后同时我们又不大去买 所以即便后面的每一项都有得分 但是这个也是不会种的 因为没有必要去种植自己不喜欢的蔬菜 所以呢,大家只要做这样一个列表 就能够大概的知道 哪些是适合自己种植的 就比如说我今年想种植的 实际上是从去年的数据库里面 精选出来的一小部分 这些呢,都是经过我亲自种植 比较有信心,而且比较适合我所在地气候的一些品种 当然在实际种植的时候可能再进行一定的调整 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是给大家推荐适合新手种植的九种蔬菜 最简单的我觉得应该是葱 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超市里买一把带根的葱 你可以把它上面的叶子剪掉 只留下下面大概20厘米的葱白 然后种到土或者椰康里面 它就能持续的生长 等它的绿叶长大之后把叶子剪下来 可以持续性的进行收获 同时呢,又没有什么病害 同样的方法呢,也适合这种水培的生菜 也不需要买种子 只需要在超市里买这种带根的生菜 然后把它的叶子吃掉一部分 只留下最里面的几片叶子 然后把它种上 生菜的生长速度非常的快 只需要几个星期,它就又会长得很大 樱桃萝卜我之前也有介绍过 它的外形比较可爱 然后用途也比较多 用它切片之后做沙拉 颜色非常好看 而且樱桃萝卜的生长速度也非常快 只需要四个星期就可以采收 在阳台这种空间较小的地方呢 也能够轻易的种活 空心菜是我最早接触和尝试种植的绿叶菜 如果你用椰康五土栽培来种植的话 那么就只有三个字,没难度 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你可以持续性的采收 而且比较好用 无论是清炒还是煮面 只需要把它剪下来就可以马上用 同样作为绿叶菜 我也推荐种植红薯 我今年种植的红薯长了非常多的叶子 每个星期都要剪至少两盆 而且它对水肥和土壤的要求比较低 同时呢也没有什么病害 可以源源不断的持续采收 而且红薯叶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它对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唯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在不停的采收红薯叶 那么它的根也就是块茎的红薯就不会有太多 如果有条件给植物做一个攀爬架的话 我建议大家优先尝试四季豆或者豆角 这种豆类它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可以持续不断的采收 同时呢因为这是豆类 如果你种在土壤里面呢 它会对土壤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可以增加土壤里的蛋的含量 而且自己种的新鲜豆角 它的口感比较脆比较甜 可以用来做豆角焖面或者小炒 相比之前的这些植物 草莓呢相对来讲就要稍微的照顾一点 我今年呢用椰康无土栽培的方式 种植了八盆草莓 可以基本满足两个人对草莓的日常需要 而且用椰康种植的话 基本不会有什么病害 草莓的繁殖能力非常强 今年只需要种一盆草莓 它所长出的草莓苗就够第二年种十盆 唯一要注意的是 大家要选好草莓的品种 我种植的这个品种呢是Everberry 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结果的品种 另外还有冬草莓和夏草莓 大家在购买之前 可以先查一下它这个品种的信息 和草莓相比 黑莓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它可能是我种植的 50多种植物里面生命力最强的 在有些地方黑莓是被当成一种杂草 也正是因为生命力较强的原因 黑莓可以作为一种可以多年持续采收的这样一种僵果作物 如果你的院子比较大可以种植一两颗黑莓 接下来就是一劳永逸了 最后我想推荐的是辣椒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 那么种上一两盆小辣椒 绝对会给你带来惊喜 辣椒的产量非常的高 而且这种小型的辣椒呢 病害比较少 同时不会招果营 建议把这种小辣椒种在户外最垂首可得的地方 因为在做菜的时候可以随时随地有新鲜的辣椒可以用 这是一件令人感到很开心的事情 好的 这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适合新手种植的植物列表 当然呢 对不同人来说 最适合的植物列表也是不同的 我是希望用自己的经验给新手一些建议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椰康种植者 我们下集再见